如果要發展人工智能 在機械人也好 計算器也好 其實相對上用銅量都會非常之高 那變相是不是銅價還有上昇空間呢 在我們討論銅價的走勢之前 其實已經有大行發表了他們的意見 高盛更加將銅價今年年底的目標由一萬美元上條兩成去到一萬二千美元 大行已經率先提好了 不知道Konita你又怎麼看呢 其實銅價都升了不少 只是計算今年銅價都升了差不多近兩成 這幾天算是稍微下了一點點 這個正正反映你剛才提到的幾個行業 其實他們都需要用到複銅面 另外就是你剛才提到PCB 這類對銅的需求肯定是會有增加的 但是現在除了電子產品 其實新能源車對於複銅面板的需求都是有一定的量在 但是問題就是你看銅價 銅價就是升了 但是對於需要銅作為生產的影響到它的成本 影響有多大 這個又要留意 譬如複銅面板 它要用到銅 銅價的成本就會轉押到它身上 但是它能不能夠將它的產品價格都調升到呢 這個就重要了 但是如果你看回近期 過去兩三年 你知道疫情之後 其實我想譬如好像見韜 這些它主要的其中一個pair在市場上面 這些其實它就面對著那個銅價雖然跌 但是問題是它的產品的需求又跌 根本就加不到 不需要加價還要減價 訂單就少了 所以是很大的影響 但是現在你變成了銅 其實銅價升不要緊 它如果有這些產品的需求 變成它加到價就可以了 最怕它就加不到價下去了 所以這個就是我們要看它的毛利率 加價 銅價又可以加到下去 它的毛利率可能不單止不受影響 可能還會是因為那個需求大 令到它的價格可以上升 反而拉高到的毛利 這個我想就要再看一看 不過如果你看到它那個整體市場上 目前新能源車 或者是通訊設備 各方面 其實對PCB的需求是大了 所以股價升 也都是 講回說是最直接的 可能就是見韜 見韜即層板 這些股價近期升 都是有一個相關的原因在 但是說AI發展的話 以去年來講 就是以軟件為主 今年本身市場期望的話 將眾生會擺在一些硬件方面 例如AI PC 又或者是那些零件方面 但是誰知道今年回到來 無論是台積電也好 市場上比較多的一些AI巨頭 都對前景的展望相對上放慢了 就沒有去年的預期這麼切熱的時候 變相會不會說 連外圍相關股都回吐的時候 港股方面一些相關的股份 可能的追捧程度 可能會比起之前預計的慢一點 我想AI整個發展 都是一個趨勢來的 只不過如果你看到美國幾間巨頭 他們公佈業績的時間 其實第一季完全是不差的 搞錯的 但問題是管理層對於第二季的預期 或者是指引出來 似乎市場覺得好像不太收貨 覺得是比預期不慢的 指引比較保守 那究竟是不是他們都覺得 都想管理一下那個市場的預期呢 還是真的在過去的幾季 已經是消化了很大的需求 訂單的需求 所以會不會開始是叫做 你用一個這麼高的基數 你再要去這樣的增長呢 反而可能會定一定是不奇怪的 但實際是怎樣呢 我想都還要看 但我自己覺得整個市場 當然仍然是發展階段 仍然是一個需求的階段 只不過就說股價也好 或者在業績方面 或者會不會大家已經是 很多東西已經是在市場 就是已經是反映了 接下來 就可能大家也會觀察多 或者多個貴的數據 是不是真的已經反映了 還是原來的趨勢都還在 所以變成了我想 相關的一些股份 可能要暫時反覆整固一下 嗯 先休息一下 接著就再觀望究竟實際情況 但是我自己看 我又不是太悲觀 不過既然那些股份升到這麼高 大家這段時間看到 灌籤他們將那個致隱又比較保守 所以你說把資金拍去其他 或者在那裡套一套利 我覺得也不出奇 所以這些人就開始找找其他 不要那麼找到那麼上游 找一下一些中游 或者好像你剛才提到 找一些硬件相關的東西 來去做一個焦點 不出奇的 因為其實如果你的AI發展 都涉及很多個範圍 但當然最早一定是上游的芯片發展 但去年好像已經炒完了芯片 是啊 其實市場的資金走得很快 但是當它調整了那麼上下的時間 另一個股仔又會出來 你始終就是發展都未完 你現在的AI都還是一個 叫做現在開始在發展的階段 所以其實最主要就是看看 市場的資金是怎樣走 第二當然最終我想都是看看 究竟它實際是否交到貨 這個股份我覺得 如果你從那個股值去看 升到這個水平 如果大家當作工業股是不行的 就沒有這個 但它關於AI 是的 所以變成 其實你說這個股值是否還是有吸引 我也是的 但是要留意這個股份 一直以來 那個股價波動性都比較大 就是可能就是剛才說受到那些價格的消息影響比較大一些 還有就是要跌下來可能也都跌得比較急 不過我覺得它這次這樣升上去 第一 之前大家對整個市場 對那些消費 通訊 電子的產品方面 其實那個需求方面是比較弱 如果你說現在這方面是回復 那你變成同價已經是給大家一個啟示 因為同價是先的 那所以變成我覺得都不賣罪 它有機會進一步上升的 但是就要留意 就是它升到這麼高的時間 其實它那個開始的高價就會有波動 所以去到這些位置 我又真的不建議去追貨的 那先看穩定一點點 希望如果你說短期會不會是18 20元的位置先整顧一下 但是我覺得這一陣子 就未升完的 只不過升到5級之後有個調整 那這個都是合理的 但是就看一下18、20元的位置 就是整顧完之後 會不會再有機會真的再挑戰 如果能夠突破21元的位置 那就再一步看好了 就是希望那個下面的支持位 逐級去上議 那希望就是18元有一個支持在這裡 Ethnet 專業版 HV2 股票報價系統 幫你洞息大局 捕捉投資先機 即刻申請啦 整個字是不詳細的 這邊是幾個字 我可以做的 我可以看到 我可以看到